男星潘刚大在过去演出乐团 切子弹的MV爆红 让歌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料却因为酒后上路被判刑 警方当时发现他还刻意的躲避刑责 换到了副驾驶座上 但是立刻被抓包 证义法庭依公共危险罪 判处他两个月的有期徒刑 不过他不服认为判太重再上诉 不过现在被驳回 驾驶行机诡异 警方路边蓝茶赫然发现 车上两个人怪怪的 男子身材高挑却突然往副驾驶坐挤 腿都伸不直 而且满脸通红还在走遍 警方立刻要他下车进行酒侧 明显超标久后开车想偷偷换座位 被眼尖远景抓包 而且仔细看着男子有点眼熟 原来就是他 无关深邃 出演乐团切子弹的MV 潘刚大一息爆红让歌迷留下深刻印象 没想到他去年竟然酒驾开车载女友 还想规避行则 大胆换座位 潘刚大和朋友去年在台北市内湖KTV唱歌喝酒 结束后开车载着女友 才上路不到200公尺就被拦查 他一想天开想靠换座位躲行则 但终究难逃罚网 被依公共危险罪处 两个月有期徒刑 一颗罚金6万元 但潘刚大认为判得太重提出上诉 二审法官认为他换位置的动机就有逃避责任之一 而且检疫判决已经给予赵轻判 认定量刑适当因此不回上诉 全案定业 酒驾换座位想躲行则 公众人物执法犯法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得终后报道